。 在2019年建立公司的時候 就遇到了COVID 當時我們開發考慮的因素就是 燃油的消毒抗菌的材料 大多数都是用一些有毒刺激性的化学试剂 所以我们的研发用一些更安全 更环保的和更长效的方法 我们的产品就是用了一个天然的抗菌抗病毒的材料 用一个纳米技术去造成 这个涂层就长效的可以去到90日180日 我和教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当我们有创新之后 我们都要将这些产品落地 当我们落地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究竟客户在哪里 而可以解决它需要的问题 Where innovation miss applications 就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mission statement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完全不出错严谨的思维 但是对企业家他会觉得市场的机会很重要 那里不能慢慢的 那种压力是大到我身体也承受不了的 当我看到同学开始独装一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是值得的 自己确实做这些研发 也在世界都是比较领导的水平 为什么不将它真的贡献出来 去发扬光大呢 感到这里的时候 好了 休息一下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